十个宋妹平生的老爹婆婆 共组了温暖的大家庭 一对平静夫妻 即便失语 腿瘸 依旧不离不弃 生命有许多试炼 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战胜一切 就能战胜一切 入秋后的浙江凉风徐徐 有那么一点萧色的美 但这个坐落在古宅里的民居 却格外的暖和 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家庭 成员一共有十个 都是年过七旬的老翁和老玉 人生的上半辈子 在不同的地方出生 打拼 甚或结婚 但生命总有巧妙的安排 让一群素未蒙面的陌生人 在时空的交汇点上不期而遇 妹妹你今天几岁呀 这些事情 家里呢 家里还有哪些人 我的一家楼 我一家楼 你一个人啊 你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结婚 没结婚过命 结婚过我 老妈死了个吧 你死的儿女呢 我一家楼 卖张龙 卖张龙 还谁给你留不干 这个里面吧 很好的吧 为什么好 哪里好 交付了好 交付了没得老了一家 这里的老人 有些终身独身 有些则因为另一半很早就过世 而孤苦无依 不过 无论理由为何 现在他们都成为这个新家庭的一份子 就像亲兄弟 彼此相互照应 这个里面 我年纪轻一点 我年纪轻一点 得照顾他们一点 他们不听 我一直不听 我叫他们进去 他的绰号叫老大 但却是老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平时像个纠茶队 管东管西的 所以也被其他老哥哥们 笑称为班头 负责处理兄弟之间 吵架 扮嘴的仲裁员 兼合适老 这个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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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些老人家很孩子气 特不爱兄弟门面 总要志工逗弄好笑 才愿意安静坐下来 乖乖动刀 不得不佩服志工的好手艺 三两刀修整后 爷爷果然神清气爽 和之前西列哥的造型 判若两人打相径庭 这是老宅为整修前的样貌 慈继之工从2005年开始 在浙江义乌等地访庭 发现有好多独居老人 苦苦伶仃 于是便向废弃老宅的主人提议 能否作为阶级老人的临时住所 就在这么一群好心人的策动下 一个崭新的大家庭成立了 而捐赠老宅的善心人 童老师也变成 慈继在浙江南西的种子志工 我家的老房子 一直都空在那里 他听到这个信息 他讲我们马上去看看 他觉得虽然是老房子 如果修理修理的话 也可以变成比较好的环境 那么我跟我父亲 把这个信息给我父亲讲 我父亲就很高兴 他讲可以啊 那么雪英师姐就抽 一无那个子机团队里面 抽一些老板 再把它整修了一下 在东拼西凑下 慈继温暖之家 就这么的汇聚了众人爱心 逐步落成 2007年4月 也正式地把独居老人 携到这里安居 连周边 这些有孩子的 跟他们同龄的 都觉得 呀 这些老人 那么受到温暖之家 那么幸福 比我们有孩子的 还生活得更好 所以很羡慕他们 生活起居 老人们都能自己打理 但为了能有人 随时随地 关照老人家的安全 童老师的姐姐 也自告奋勇 天天来帮忙 打点三餐 你给他们煮饭的感受是怎么样 好像他们吃得很香 我很高兴 那你照顾他们 比较麻烦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不会 他们都很好的 他们都比我大了 那他们有帮你当女儿看 她是妹妹看 他们 他们挺好的 都叫我小妹小妹的 大伙就这样不分你我的 一同生活了三四年 天气冷了 虚寒温暖 有人病了 相互照顾 内心孤极了 就彼此未见 而最近呢 温暖之家 还多了个年轻新成员 让老人家的生活 平添不少乐趣 紧跟在爷爷们身旁的 是刘洪霞 今年十七岁 刚刚来到温暖之家 无子无女的爷爷们 都把她当成亲孙女看待 你会炒菜吗 会 会啊 嗯 那你有炒过给这些伯伯大姨吃吗 有 有啊 嗯 我一样 这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伯伯的 女孩很少有笑容 但这么平时安稳的生活 已经是她青春里 不可多得的珍贵时光了 红霞原本住在离温暖之家 不远的山上 深爱她的父亲 因为罹患血癌 长期卧病在床 没想到妈妈带着弟弟 一声不吭地吸她而去 毒瘤她 照顾年迈又重病的父亲 2010年9月 父亲过世了 正当红霞无助之际 慈继之功接应了她 也安顿到温暖之家来 尽管有了另类家人的陪伴 很是温馨 但一想起爸爸 红霞依旧忍不住压抑在内心的情绪 因为以前我读书的唯一动力 就是我爸爸嘛 那我爸爸没了 我刚才自己 连目标也没了 爸爸疼你吗 那后来 彭老师帮你带来 你在这里认识的哪些人 刚才说这是爷爷 你喜欢爷爷吗 为什么 他们很关心我 他们就会来安慰我 他们都怎么跟你说 他们说爸爸没了没关系的 我还有他们 现在红霞就跟着爷爷们相依为命 不用流浪漂泊 而慈激之工也帮助他继续升学 希望红霞未来能有个安定生活 慈激温暖之家会在浙江省南西市游户镇 古镇上的老房子都和温暖之家一样 挥瓦白墙充满古味 这种民宅算是目前浙江省内 保存相当完好的明清时代建筑 也和距离温暖之家不远的名胜古籍 诸葛八卦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诸葛八卦村原名高龙村 位于南西市西部 是迄今发现诸葛亮后一最大的群居地 相传八卦村是由诸葛亮的第二十七世孙 诸葛大师于元朝后期所建 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整个村落最奇特的地方 就是它暗藏了勘语学的玄机 按照八卦方位兴建 村落中心的中石 一半水塘一半陆地 从高点俯瞰非常形似太极阴阳于途 而两边各有一孔井 也恰恰好就是鱼眼的位子 令人嘖嘖称奇 1996年 诸葛八卦村被大陆中央国务院 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这八卦其境 华夏之谜 也因此成为了明文侠尔的观光圣地 诸葛后裔一直遵循着诸葛世家立下的不为良相 变为良意的祖训 八卦村里不问仕途的诸葛后裔几乎绝大罗数 都以从医或经营中药材为主 在诸葛村里人人习药成风 即便三尺之铜都能背诵简单的医学典故 清代全盛时期 兰西市的药材业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诸葛后人经营的 形成诸葛药方的特殊现象 我们这里都是收留那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家 整个村都很感恩我们 很感动我们 谢谢 谢谢 黄雪云是早期的浙江台商 温暖之家就是在他努力奔走下 逐步成行的 善念的动机很简单 只是希望老有所忠 让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 能有个安心的归宿 2006年之后 他逐步放下生意 交班给第二代 自己全心投入志工行列 带着有心人 一起关怀老人 走入校园 以及扶贫弱势 这个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长期帮助他 这个我们去 那个奖医长 太医生 奖医长里面奖医长 太医生 你好你好 哇你现在会走路呢 不错呢 看起来比较瘦呢 他叫钱志长 是慈继之工在兰西市的关怀户 几年前 因为车瘦 腿薄了 也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 25年了 那你差了几岁啊 5岁 他30岁 我打他 打我 打我 年轻时 钱志长是个优秀的建筑工 家里附近 邻居的房子几乎都委托他建造 现在只能靠太太照料 如果不是熟悉他们家的人 外界很难察觉 以前扛紧家屋的太太 其实连双脚都没有 你是夹的吗 夹脚嘛 夹脚啊 就是翼脚啊 到这里 你这里这样走路会不会痛 手刺不会痛 这个路就痛 以前是先生撑起家里的支柱 而今造化弄人 换成是他守护他的下半辈子 我整次的时刻哭了一天一夜 我去睡着他破肩脚子上哭 两条一枝是在先生车祸失去经济能力后 才跟亲戚筹钱装起来的 因为丧失语言能力的先生 时而神志清醒 时而恍恍惚惚 根本无法挣钱养家 他是持乎一万的 对一万的 他那时候对我们母子的特好 特好 那现在这样子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就干我不用干 那时候不用干 就是 所以第一次埋约他 他都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埋约他 慢慢会好起来 就是一个儿子吧 人家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但他们却让人看到了牵手扶持 不离不弃的真情真意 家里经济从小康逐渐中落 除了靠太太做女工 补贴点家用 许多生活必需品 衣服 三餐 都得靠亲戚 和慈禧之工资助 虽然先生在慈离之工造访时 几乎没有开口 但是对于外界的爱心援助 以及生命的大起大落 有着别人难以体会的沉痛 那时候他出事然后 天都淘下来了 我在夜里 就是看着哭哭 哭不哭 哭出声音 怕牵膀与一下不好 牵膀 就是你的哭 哭了 哭哭就只有二年了 一里哭干 独家外面哭 在医院的时候 对不起你们 人心飞铁 再经常的人 看到这么勇敢的人性 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过去 一路在商场里拼搏的黄雪云 从五六年前开始踏访后 便一头栽进了慈善领域 天天看这户 到那家 也频频走访校园 关怀的足迹 几乎踏遍了一屋许多角落 这是圣山小学 也是兰西市唯一一所民族小学 全校十二个班 四百多名学生 有五分之一以上 是少数民族 这场捐赠仪式 是学生们 期盼了好久的意外礼物 对我们这些农村儿童而言 几十千笔 几本书 就能让我们奉飞目响 拥有一张平稳的课桌 就是我们招目响的天堂 学校资源不足 勤费有限 就连这个正在举办典礼的操场 都是校长去募捐来的 更遑论 学生教室内的课座椅 早就坑坑巴巴了 有的缺角 有的破洞 孩子们写几次来 可是吃力 多数学生以为 这破旧的课座椅 肯定会跟到小六毕业吧 但没想到 陌生人的爱心 让他们好生惊讶 兴奋之情 不予言表 给我们换一下好不好 给我换一下 等下都会换 会换一下 你呢 等下都要换鸡 哪个天赋的 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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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帮盛山民族小学的平同助学 进入校园后发现学校资源匮乏 所以2010年又发起客桌椅木居活动 希望给孩子来好的学习空间 而校方除了不定期参与自己推动的关怀老人行动 也在校园角落里写下静思语 建立学生的人文素养 太阳光大 乳温大 金泽量大 小人气大 我们静思语都在这边 在这边 浙江省兰西市水平奢族乡是浙江18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 全乡近3000名少数民族 而盛山民族小学就是当地最重要的教育殿堂 奢族人爱唱歌 爱跳舞 成年的妇女多半会把头发梳成螺旋式发迹 盘在头上 也特别喜欢用红色绒线当成装饰品 从台商变制工 从商场上资助比较 到放下身段 学习付出 负中之负的快乐 远远超越极其盈利的诱惑 解法夫妻牵手一试 坎坷的人生路上相依相威 品中之负的幸福 简单的令人打从心底感动 老有所中又有所养 许多人的点滴善念 成就了人世间最温馨的避风港 生命有许多试炼 心中有爱就会战胜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